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关系 好 第二阶段交叉结问 第一题韩国瑜根本没有正面回答对手提问 还发自己的时间反问题目 连问问题都不够一分半 你如何解决高雄财政问题 好的 韩先生您目前还有34秒的时间 您要继续补充吗 右手回忆会说了一句够了 超过半分钟的提问机会白白放弃 有观众替他计算 整场辩论韩国瑜浪费了三分三十秒 一般在辩论会上都会是畅所欲言 甚至嫌时间不够 没有想到这一次反而是时间有剩下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觉得 那个候选人是不是要补充 但他当然如果自愿放弃 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顺着流程一直往下走 PTT讨论区网友讥讽草包没内容 嫌辩论时间太多 让人联想日前公投辩论 讲55秒就放弃的立委林德福 还有网友问 难道是看到戴面具的林德福吗 也有韩粉迁怒 质疑主持人提醒还有时间是故意的 我们不会故意打乱的 因为真的打乱的是我们自己的节奏 可能其实我们自己的乱的程度 比候选人乱的程度还要再严重 双雄大战高雄市民期待 两道畅所预言攻防交锋 三分三十秒能传达很多资讯 平常口才很溜的韩国瑜 突然变沈花一哥 挥挥手也把宝贵时间拜拜了 没够了 没关系 在那边吴兴华 张静德 台北报导